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厚丹 女口 其实威卓 要答他们 他们 sost有适合 有适合 那当大家 请看 有适合 很值得 你们 很值得 公联继 就是 Utah 就是 最忠质 我们的同行临班被人烧死 谁做的 你是什么指甲贴责暴力 争取民主抗争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社会 变对极权 我们其次鲜明 义无反顾 兴敌不宜站在抗争者一边 各位MyRadio的听众D格部读者 你们好 MyRadio和D格部的YouTube频道 在近期女售黄标打压 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 所以我在这里愿请大家支持 MyRadio的节目月费计划 和Din9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 突破旺标议论审查 付费支持自由发释 请支持MyRadio和Din9日报 提提大家 MyRadio和Din9日报的月费 现在已经可以用PayMe缴付 大家可以素描画面的QR维码 或者输入画面的电邮地址缴付 多谢大家 2019年,我们MyRadio台长梁锦祥的著作 《颠狗编辑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热烈 已经抢购一空 今年再接再来 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颠狗编辑室文集》 《香港揽炒之城》 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 大家可以向普罗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30元 公司市场劵荐 这太太太 不在乎 好像不够 我 부분이的 否釋政治 我们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第三波 那个所谓的源头在哪里 这个就告诉你 绝对不是在五六月 梅木树好 家里好 这个匿园好 不是在那里 剩下一些所谓的隐形的传播链 接着就又扩散到 宾记也好 康泰也好 飞机师也好 诊所助理也好 不是这样的 其实可能是有多次的一个所谓的输入 会不会是一些免疫的机组人员 或者是航务的工作者 他们因为在进出香港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即时的检疫的安排 或者是一个测试的安排 而令到可能 譬如你可以想象 有部分的机组人员 其实他们的所谓的入住的酒店 在香港那几天是在市区的 和机场都有一段的距离 不排除如果他们是搭的士的话 你在一个冷气的士里面 一个空间 大家可能都不用一个小时 都要九个字的车程 那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可信的 一个传染的一个途径 或者其中一个 而这其中一个传染的途径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个的士司机的群组 而也都是在 譬如宾基 比较多的士司机 会去光顾的茶餐厅 或者一些食肆 是会见得到 有这个交叉感染的现象 而是导致到可能在当区 是会有我们这个所谓的英文讲 seeding 就是说一个种子 一个病毒的种子 在那里找到某几个 最初期的确诊者 竟然是扩散出去的 就是这个 是现在有了这个基因排序 的初步的头绪 很可能这个是比较 我们会是觉得 可能性比较高一点的一个解释 如果按照这个香港大学医学院 院长梁卓慧教授的说法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就算在节目上 或者其他传媒都有提到的 就是今次这个第三波爆发 就极有可能 就跟那些豁免 做这个检疫的人士有关 就是离香港的 但是 或者经常来往的 其中一种 就是刚才 就是我们看这个片段里面 梁卓慧教授讲的那些机组人员 是不是 就是他说早前部分受感染的机组人员 和那些船员 来了香港之后 他又入住那些市区酒店 可能就坐的士 那些的士群组 可能是这样来的 然后的士司机就去那些酒楼 多数都去中资的那些比较便宜一些 例如 那些政府人员先 他进来是可以豁免检疫的 是什么人 是不是 现在又有国安公署那些人 是不是 以前是一向有些公安 那你肖建华 为什么在四个酒店 被人找一辆面包车 车到大陆呢 那些什么人 是不是 那些人真是 喂 他可以自出自入的 是不是 那现在面临疫情 他又可以不用检疫的 还有我认识一些政协委员 是不是 或者人大代表 我认识的 我知道的 喂 坐两地车 两地排车 是司机车出车入的 他大陆有生意的 或者有厂的 是不是 他是来香港的 是不是 那些商务人士 那这些人为什么可以 不用检疫呢 问你林郑月娥 现在没有这样的需要 是不是 那如果照梁卓 梁卓的说法 就是这些人 是不是 喂 现在连我坐的士的时候 那些的士司机都会告诉我 就是这些人 不是这个就不是说 我们为了反对政府 就什么都要赖政府 事实上就是这样 刚才大家看看那段片 虽然台长说 这个教授说了一件事 这个是做过特首白主任的 哥 很厉害的 他本来就是学者 接着就去重庆 就是因为那个 有这个所谓主要官员问责制 就找了一堆这些 他就做过这个特首办主任的 那时候整天在立法会前厅 跟我聊天 在那里游说一下我 那就是做很多这些工作的 那之后就回到大学 那结果就做到这个 这个港大医学院的院长 都算是厉害了 那就是 他也是现在特区政府 这个防控疫情的 这个顾问来的其中一位 是吧 那人家是从一个 就是科学的角度 就是告诉大家 是吧 所以 那当然他会不会建议政府 就是这个所谓豁免 减疫 这些豁免人士 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疫呢 我真的想不到你不减疫 你怎么处理这个第三波 你一直不停进来 你现在今天爆成百多宗了 今天那宗其中一宗就是什么呢 就是跟船员有关的 今天总共就新增118宗 就是这个确诊个案 其中111宗就是这个本地的个案 这个也是创新高的了 然后在南亚岛附近海面 有六艘货船 其中六名船员是确诊的 现在就是海面上隔离 这个卫生防护中心就说 六艘货船上面 各有一名船员 确诊 就是每一只船 一只船一个人 每一只船一个人 是吧 他们是经机场来香港的时候发现的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片的时候 梁卓慧讲的 之前可能很多都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到时候应该 没得豁免呢 因为不少人的 过去这段时间 是不少人可以这样进来的 包括跨境学童 船员 机组人员 这个商务人士 或者香港你看一下 现在整个 就是恒指 整份股 大部分都是这些国企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迟早的事了 就是 一些大蓝丑那时候 那些 就是 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大蓝丑 就是 质地 太古 甚至乎 汇丰 汇德丰 那些 有很多变成华智 现在这些是缺证成中智 是吧 还有国企 那 他们 那些 就是 老板 那些 那些 高级行政人员 往来 他们就是豁免 检疫人士来的 是吧 那他们 个个都是 就是 超级英雄 有金刚不坏之身 是不会染到这个 就是病毒的 也都不会传染给人 也都不会传染给人的 是吧 你 你只是看那天 我们在网上看到一段片 连着铜锣威的国安公署 就是 挂牌那一天 那这个大纪元的梁珍 就走去访问了一条 又一看下去 就是大陆人来的 是吧 就是有样子给你看的 又不像戴口罩 那样跟他讲话 是吧 接着就不知道他是记者 不知道他是记者 就不知道他是法人工 他一说大纪元 就是等于法律高 哇 他一声就走进去 你明白吗 那这个人有没有戴口罩呢 我只是说 不是说 我们是一些国安人员 下来 下来就会老讽的 现在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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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不戴口罩呢 现在的规定 我们现在室内都要戴口罩了 是不是 室内 室内的公众场所都要戴口罩 我这个不是公众场所 私人地方 我们都戴了 是吧 那为什么他可以不戴口罩呢 就是 大家看到就知道 举一反三 是吧 就是他们的人就是这样的 是吧 入到来 老讽的 是吧 那万一这个人还知道他怎么样呢 就是你看看张竹军 有一句说话 就是可圈可点的 是吧 他说这个 张竹军女士都算好弱了 这个多姿多草很经典 何八娘教授就说 夜夜生歌 那你夜夜生歌又多姿多彩 你会去一个中超 现在就成鹏人 那组人现在陆续有人出现确诊的 是吧 那我们希望那里爆完就算了 你不要这帮夜夜生歌 又或者多姿多彩 多姿多彩又可能之前去过一间 就是蒸汽浴室 不是香港没有蒸汽浴室 没有了没有了 酸奶浴室 不开了 不开了 现在不开了 不开了 那好了 现在当然不开了 那之前可能有开的 大哥会潜伏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用了多姿多彩四个字 那你 何八娘教授就说 这个叫夜夜生歌 那不是大事吗 所以是吧 那其实都是 现在那个疫情非常之严重的时候 都是要 就是好像美国那样 stay at home 那现在你不是强制的嘛 那但是香港是 我觉得都困难的 如果你要强制全部 stay at home 我觉得都是困难的 就是你不是 所有的工种都可以 在家里工作的嘛 香港不同的 在外国外国很多 home office很多 但是 你现在的公务员可能都可以 因为如果你是做文职的 全部就是 按照工作的 那就可以了 在桌面做到 有部电脑就搞定的 那就可以在家里了 但是很多都不行的嘛 食環处行不行 消防处行不行 是吧 黑服警察都可以的 簡稱 好 休息一會兒